下面我们就向量点乘和插乘 进行一下比较 首先我画出两个向量这样形象点 待会儿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实际向量的点乘与插乘 标记它们是A和B 这是它们的夹角 好 我们先复习一下它们的定义 然后再直观地看一下 希望你已经对两者有了一些了解 那么向量A乘向量B等于多少呢 首先要知道A点乘B就等于B点乘A 点乘的时候向量的顺序是可以改变 而不影响结果的 因为最后得到的是个数 结果等于A的模乘以B的模 再乘以向量夹角的余弦 很好 下面复习插乘的定义 A乘成B等于多少呢 首先不同于点乘 它不等于B乘A 相反的它的方向跟B乘A相反 或者可以写成它等于-B乘A 因为最后的向量会由于两向量交换顺序而反向 不管你用什么顺序来做插乘 A乘成B等于A的模乘以B的模 写到这儿看起来很像点乘对不对 不过接下来它们的差别就来了 再乘以向量夹角的正弦 夹角正弦 这里是最大的不同之处 因为在做点乘的时候 最后得到的是数字 只是个数而已 它是没有方向的 只是一个标量 但是插乘就不一样了 用A的模乘以B的模 再乘以夹角正弦 这得到的是向量的模 但这个向量是有方向的 这个方向由AB共同的法向量来决定 同时要注意这个法向量取的是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在表示的时候 在字母上面加一个小帽子 这是那个单位向量 它的方向是什么呢 它的方向是由右手定则决定的 这是向量N 它跟A和B都正交 现在你可能会想 我画的A和B 它们都在视频界面所在的平面里 或者你们的屏幕的平面里 所以如果再画 跟两向量都正交的向量 它不是垂直射出屏幕 就是要垂直射入 在之前学习插乘的时候 我说有两种方法 这表示向量射出屏幕 这看起来像是键的顶部 如果要表示垂直射入屏幕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这是键的后部 键的尾巴 那么怎么来确定到底是垂直射入还是射出呢 如你所见 这两个都是与A和B同时正交的 这就是拿出右手来使用右手定则的时候了 将右手食指指向A的方向 中指指向B的方向 这时拇指的方向就是向量N的方向 来试一下 我先参考一下我的手 做起来不简单呢 你的右手应该是像这个样子的 你的食指指向A 中指指向B 这是我的中指 我的其他两个手指就呆在需要带的地方了 比较喜欢让它们这样全着 无名指和小指就全曲着吧 我的拇指是指向什么方向呢 我把拇指画错角度了 实际应该是这个方向的 是指向指内的 这是手背 这些就当是血管吧 或者如果我画对了的话 你可以从侧面看自己的手 看起来会像这样 你可以看到你的小指 手掌和小指会是这样的 还有其他的手指 中指指向B的方向 食指指向A的方向 你根本看不到你的拇指 因为拇指指向垂直向下 不管怎样 你应该能明白A插乘B 向量N是垂直向下的 这是单位向量 前边是所得向量的膜 因为单位向量膜是1 所以插乘所得的向量膜 和点乘看起来形式很像 都是两向量膜相乘 只不过点乘是乘加角余弦 插乘是乘加角正弦 不过最大的区别是 夹角正弦是有方向的 这是一个和A、B都正交的向量 现在我们直观看一下 如果之前点乘和插乘的视频 你都看过的话 你应该会有一些直观的感受的 我会给大家复习一遍 因为当把点乘和插乘 放在一起的时候 会看到它们是多么完美的一对概念 首先来研究 A、B再乘以加角余弦 在单独介绍点乘的视频中 也曾提到过 如果把B和加角余弦相乘 会得到什么呢? 当然你可以用自己的刻下时间 仔细想一想 余弦是等于直角三角形中 临边比斜边 如果你在这儿做一条垂线 B的模乘以加角余弦 其实是 在这儿用不同的颜色 如果在这儿做垂线 这个长度 这是B乘以Sit余弦 我另外画一个吧 不想让这个图看起来太乱 这是B 这是A 标记一下这是B 这是A 这是加角Sit 如果从这儿向A做一条垂线 这是直角符号 BcosinSit CosinSit就是临边比斜边 所以BcosinSit其实是 B在A方向上的投影 所以这就是那个长度 这就是BcosinSit 所以刚做出的这个向量的长度 就是BcosinSit 当你做点乘运算的时候 如果你把点乘的式子 看成A乘 B乘 CosinSit 至少我刚做的例子是这样 你其实是在求 B的哪一部分跟A的方向相同 不管那部分是多长 就把它跟A的模相乘 这样就得到了点乘的结果 就找到方向相同的部分 然后相乘 其实就是求两个向量方向相同的部分 有多少 或者共同指向某方向的部分 有多少 或者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看 我在点乘视频里也说过了 可以把点乘看成AcosinSit B交换相乘顺序 是没关系的 因为这些都是标量 不管按什么顺序乘 都是可以的 AcosinSit也是一样的 就是A跟B同向的部分的长度 或者说是A在B上的投影 所以这个向量就是AcosinSit 这跟之前运算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用B跟A同向的部分 跟A的模相乘 跟用B的模乘以A跟B同向的部分 得到的数字是一样的 那么ABSinSit是什么呢 ABSinSit 如果这个向量是AcosinSit 在学向量分解的时候 这个向量就是AsignSit 所以可以把这个式子 重新写成A的模乘以SignSit 再乘以B的模 再乘以法向量N 所以如果用AsignSit去乘以B 实际上是在求A的哪部分 跟B是不同向的 哪部分是跟B正交的 跟B完全无关的 没有相同之处 因为完全是不同的方向 这是AsignSit 如果用它与B相乘 就得到了第三个向量 这就好像在求 这两个向量到底有多不同 而且求出的向量 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有时候这叫尾向量 因为这应用于一些尾向量的概念中 但这些概念中 最重要的是力矩 当我们讨论磁场的时候 磁场对电荷的磁场力 这些都是力 或者说是物理现象 这些现象里重要的 不是跟某向量平行的力的方向 而是与之垂直的力的方向 这就是插成很有用的地方 不管怎么样 希望这能给你一点直观认识 或者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做 可以写成BsignSit 这样其实是向量B 与A垂直的分向量 那么BsignSit就是这个向量 或者我把它画在这儿 这样就好看多了 可以交换顺序 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来看 可以说这个B跟A完全正交的 那部分的长度 长以A的模 使用右手定则得到法向量的方向 刚才确定了使用右手定则 是物理惯例 但是也有人用左手定则的 应用方式不同而已 右手定则不过是我们一直使用的方法而已 所以在做插成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法向量指向的方向 好吧 下段视频我会给大家展示 在提给出分量表示的情况下 怎么进行点程与插成运算 下段视频见 下段视频就会给大家看